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 在斗罗大陆这部动漫里面拥有着无数的混师和混兽 然而我们的主人公唐三就是降临到了这片大陆上 在之前的剧情之中可以知道 随着史莱克对战天岛皇家二队 让所有人都在鄙视史莱克 但是唐三的黑四环一登场就全程震惊了 这样的实力让天岛皇家几个三十级的小朋友完全不够看 然而一分钟就被打发解了 面对如此强劲的史莱克 为了保证五分钟的冠军宝座不会被抢走 所以史莱克安排了一个很强队的对手 这个对手就是向甲学院 大师知道之后却让史莱克立即认出 但是却遭到了反对 于是唐三就拿出几个方案 这使得史莱克就心心失足了 我们可以看到 七个向甲学院变成了七个大山一样的钻石梦马 彼此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然而台上的护烟症还不嫌吃多 还高呼要把唐三揪出来 可以说他也是真的是太气人了呀 那么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一多大陆感不感兴趣呢 好了本期视频道聊结束了 欢迎来到视频相关留言讲的下期再见